BGM 来到外援时间 中国球迷熟悉的斯科拉在外线兵中三分 不过钻石毕竟是老了 来自上海的金木大神 反手一招招牌的三分打进 两队在第一节打得难减难分 来到第二节 怪伦在快攻中找到篮下的丁雁宇航 小丁汉笛拔松送出爆扣 接着怪伦又从中路突破 想起来扣篮 发现盘挑不改例 赶紧换成上篮打进 北方队逐渐占据了比分上的优势 南方队迅速开始反提 外线的一剑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个三分搬住队伍反抄比分 随后阿联又从外线持球突破 和福德森玩起了内外线的突分配合 不过两个人的角色有些错位 好在福德森及时调整自己的体位 在快户中又和阿联打出配合 助攻琴送出爆扣一个 比赛来到下面场 贯伦外线持球 想玩一手制空骑马射线 谁知道半路中杀出一个一剑连 一巴掌山的锅烧也是七荤八素 阿联的脸上还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多好情况下北方队打出了反击高潮 丁与宇航和翟小春配合送出了空接扣篮 他们一度把分叉追杀 不过南方的布克斯找到手感 在外线蹦蹦蹦一顿三分球 南方再次巩固了优势 两队在第三节比分球轻松破百 北方队始终把分叉控制在各位数 来到第四节 北方依靠着外线几大球星一度反抄比分 而比赛的强度也在第四节骤然上升 两队开始较之 在交主情况下 广东的周鹏反击送出了暴扣 南方队再次把比分反抄 关键时刻 阿联再次成为赛场的焦点 他稳定的进攻 帮助南方在最后保持领先优势 最终南方明星队 以147比138 战胜北方明星队 一键连全场砍下 28分11篮板四处攻 再次捧起了CB全明星的MVP奖杯 腾讯与综合网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